王先生在杭州做工程 5月份他看中了一台中联种科的重型挖掘机 总价400多万 他说因为售价比较高 在购买之前 卖家会提供一段试用期 然后他们给我大概就是 10天到15天左右 工作时间就是150小时到100之内 就是可以叫我适用这个时间嘛 就天数 当时呢他们叫我缴这个2万块钱 2块钱呢就是包含就是他们从其他工地 拉到这个我的工地上嘛 这个板车的运费 还有这一个签杆的费用 签杆就是这个挖掘机上面用的那种磨损件嘛 王先生给记者看了他和销售的聊天记录 王先生向对方确认 付2万元签杆费用板车费用 其他费用没有了 对方回复其他没有了 之后王先生转给对方2万元 他们这个设备拉到工地之后 刚下板车的时候 驾驶员给我打电话 讲这个车子有问题 就是行走 行走的时候卡队 旋转也卡队嘛 这个问题我当时就反映给他们这个 销售人员了 包括他们维修的什么的 都了解这个情况 但是到挖掘机拉走之后 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讲他叫我去购买这个车子 肯定我这个这个这个心里面 没有底嘛那一招 那有问题能干活吗 有问题 可即便是有问题 那只是说是不影响工作的问题 就像我们的 他说你们这边应该知道这个车 我们知道呀 我们知道这个车是有一个小问题 但这个问题是不影响工作的呀 王先生说 当时板车将挖掘机运到工地后 板车师傅要求支付8000元 作为运输费用 6月5号 王先生又支付了8000元的板车费用 我给他打电话叫他把这个钱给付了 不是在这2万块钱审内的吗 他们就讲这个钱已经交给公司了 就是需要守流程 叫我先再垫付8000块钱进去 我们的车子给他用了153个小时 按照目前的四面价 550一个小时 你算了多少钱 目前的话 我们叫他把他的这个账借给我们 然后我们把他这个板车钱 付给他们 当时先交了2万块钱 那个费用是什么费用 保证金 龙经理说 当时跟王先生说好的 试用期10天 每天8小时 但现在王先生使用了153个小时 超出80个小时的部分需要付钱 你这个签可算的时候 他去他去表明 我8个小时 153吗 7天153减去 8043乘以550 10 4万 减去2万 他现在还要拨2万块钱 如果说你不付费 这就相当于白嫖 现在我们行业里面 我付费了 现在行业我们 这就是他的微信 我们行业里面也产生了很多 所以假如他现在 再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车子如果说 如果说不讲原则来的话 你拿过去干个10天 就是毛10万块钱 这个也来 这个也来 那我一个月 多找几个挖机 多找几个3S店一样 我去 我一个月找三台 我都可以干30万了 这是什么概念 你当时一样跟我讲这个事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它不是免费不免费 这个小费者它是有圈益的 而且 算不通我们不接受财房 随便怎么办 我们这个事情 这个是小费者 它是有这个圈益的 你如果提前告知我的话 我通议使用 我给你这个钱 而且我们 王先生强调 此前沟通时 对方就没有提过 超出适用期的费用问题 他提供了一份土方设备使用协议 合同中提到 适用期限是10天或100个小时 适用日期是空白的 没有关于相关费用的条约 另外 协议第七条中提到 以方违背适用用途 将适用设备从事租赁等盈利性活动 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并要求以方承担甲方损失 及甲方为实现权力所支出的费用 每天五百五五百五十块钱一个小时也没说过 他在这里就出脚买他 他们也都在这里有的 你行业在这里 说这人呢 为什么能签合同 你们公司处理这个合同数据 你们那么大的公司 为什么不去密码 我就想问你 如果说行业没有这个 那四个人都过来骗他挖击过去 我一个月骗两台 我今天在杭州 明天在京华 我一年只需要拉个五六台七八台车 我比你打工 你看一下 这个合同我也给你看过了 要是由他讲那种八小时 又是五百五这一小时的 对不对 他们合同是他们出去的 我这我有潜质在这里 你说开玩笑的事情 开玩笑的事情 对不对 你们这只会说 八千块钱你们都想到 不是八千 你现在还要补我们两万块钱 这次沟通双方没有谈拢 王先生表示会通过法律途径处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